Hey! 高中埔的青少年和家長 大家好!很久不見了 今晚是一個Family Devil的時候 可能你心裡都會想 哇!大一個仔!高中了!還有Family Devil嗎? 沒錯!大一個仔就還大一個仔 裡面的事情能否實踐到呢? 其實就不關事 對於我們每一個香港人都知道 最近有醫護罷工事件 其實由開始醞釀 到之後的幾天 不同的團體都有很多的溝通 很多的談判在進行的 但有一件事其實挺有趣的 令到我去想多一點 因為當他們花了很多時間 他們去談判之後 突然有一方就跟另一方說 我都不知道你說全面XX是什麼意思 我心裡想 其實他們都是專業人士 但是花了那麼多的時間 原來是沒有想過 去明白對方在說的究竟是什麼 時間就花了 好像他聽了一些東西 但原來沒有明白對方 其實這是一些很可怕的事情 我們在過去半年都看到 社會上有很多的對立 我們是有很多人去互相指責 指責對方說話才有問題 我們都不明白我們是說什麼 甚至在很多家庭裡 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撕裂 家庭成員有很多不和出現了 其實大家都想說自己想說的話 都希望對方傳現接受我們自己的想法 如果在聖經裡說 我們想人家怎麼對我們的時候 我們就會怎麼對人 當我們每一個人想被對方去明白 想對方知道我們說的是什麼的時候 我們都要反過來問自己 我們是不是一個好的聆聽者 我們首先打開聖經去看看 針言第20章第5節 人心懷藏謀略 好將心水 為命之人才能吸人出來 我們每一個人內心的想法 就好像一些很深的水 其實需要一些man of understanding 才可以把這些水吸出來 即是去撈出來 雅各書一章19至20節 愛親愛的弟兄們 這是你們所知道的 但你們各人要快快的停 漫漫的雪 漫漫的動腦 因為人的怒氣 並不成就神的義 經文他說 我們聽是要快過我們 去表達自己 甚至去表達自己的情感 針言第18章2節 愚昧人不起愛明節 只喜愛顯露心意 針言這裡很直接去挑戰人 其實蠢的人 是不喜歡去明白其他人的 只是喜歡 把他們的思考 去將他們的想法 隨意散出來 有些人很有創意 他說神為何創造人 只有一百口和兩隻耳朵呢 其實就是神很想希望 我們每一個人 按比例去用他們 當我們只有一張口 的時候 說笑一點 我們兩隻耳朵的時候 我們去聽多一點 英文有關聽 主要有兩個動詞 一個是hear 另一個是listen 分別是聽到和聆聽 是一個很著名的英文歌 叫做The Sound of Silence 其中有一句歌詞 人們聽到沒有聽到 意思是一些人聽到聲音 但沒有去聆聽內容 這些從小我們會做的動作 原來都需要學習 才可以去到有效的溝通 聆聽有兩種 第一種叫做被動式聆聽 例如是甚麼呢 情境一 媽媽說了一些話 哎呀兒子呀 今天好多人搶廁紙呀 唉 我想想一下 待會還是要去買才行 兒子被動式聆聽之後 他回應 傻的 哦 喂 純手買可樂 你打算待會出去嗎 情境二 女兒說了一些說話 在我家溫習 效率真是低 悶到抽筋 爸爸被動式聆聽之後 回應 你常約按手機 當然低 是這樣的啦 你出街溫 或者找同學上來一起溫就行了 其實純粹的例子 都反映出 聆聽者是很被動的 去接收訊息的 這一堆的回覆 無論是無心的回覆 只是簡單的 複述一次對方說的話 久不達白的提問 突然跳了線 又或者太快就被對方言見 這些都會提早結束了這些話題 因為說話者的背後 其實是隱含著進一步的心情 或者一些想法 而在對話中 還未能夠充分地表達出來 第二種聆聽 就叫做主動式聆聽 Active Listening 當接收者主動聆聽的時候 他會一邊聽說話者的內容 另一邊同步思考中 隱藏的資訊 例如他的心情 一些價值觀 一些進一步的想法 然後透過提問 複述 去確認這些想法 主動式聆聽 例如 情景一 媽媽說了一些說話 哎呀兒子 今天很多人搶賜紙啊 不是啦 每天都要去買才行 兒子主動聆聽之後回應 嘩媽媽 你看到其他人搶紙 是不是都令你很擔心 家裡有用品不夠用啊 是啊 我怕你們不夠用啊 媽媽 你真是好啦 情景二 女兒呢 說了一些說話 哎呀 在家找書效率真的很低 悶到抽筋 爸爸主動聆聽之後回應 加油女兒 你是不是因為沒得見同學 又擔心未來DSE考試 所以心情不好啊 是啊 我真的很喜歡上學的 在情景一裡面 兒子聽到媽媽說 他很想出去買一些日用品 他上面就猜了 媽媽應該都會很擔心 家裡的日用品是不夠用的 所以他嘗試在回覆裡面明白對方 都透過一些合疑的說話 去鼓勵對方 在情景二裡面 爸爸聽到女兒在家裡是很屈滿的 然後他推測是因為停課 以及接下來考試的壓力很大的時候 女兒覺得又不開心 所以他在回覆裡面 關心了對方 從今天的魔鬼裡面 我們要明白到 聆聽不是一個被動接收的過程 雖然好像沒有工作 只是聽聽 就像你現在一樣 但原來一個有效的溝通 是需要我們進行主動式聆聽 Active Listening 我們透過一些提問 我們透過一些合疑的回覆 去給對方 今天的Devil就是到這裡 以下就是你們實踐的時候 以下是有些問題 讓大家可以運用今天學到的東西 嘗試練習一下 另一方面都是 去關心一下對方 最近的心情 最近的想法 互相去明白更多 下次見 了解